周末,久违地去了一趟当日往返的旅行 此次旅程的目的地是位于奇遇县致富市的场景,Nagatoro 因为现在在活动期间,作为外国人 我们可以凭借在留卡或护照这样任意一种证明 购买这种西武一日券,外加长径的车票 成人只需要1500日元 就可以体验到西武县和致富铁路指定区间的全日随便乘坐旅行 车票可以在池袋站、西武新宿站、高天马场的特级券、指定券售票处勾入 接下来分享一下旅途中可以看到的一些美景 从致富站步行前往换乘去长径站的路上 如果运气好,可以看到当地有名的蒸汽机车SLO Palao Express 它是距离东京都心最近的蒸汽机车 一天内只发车一次,共停靠8站台 虽然一般只在法定节假日才会提供载客服务 但到了暑假以及红夜的秋季也会在平日时行驶 抵达长径后向出站的反方向、长径西谷方向走 途中会经过一个比较有年代感的美食商店街 可以在这里大快夺一顿 一些店铺中的装饰还是昭和年代复古风的 喜欢的朋友可以自行探寻下 抵达长径西谷 因为正值秋冬季可以看到沿岸泛黄的枫叶 非常美丽 顺着西谷方向一直向南走 大约步行10到15分钟左右 便可抵达月之石洪凤公园 这个公园在下午4点前入场是免费的 虽然门口会有摆设一个自由捐木箱 11月11日至11月27日期间 从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9点 园内会点灯 在这个时间段入场的话 需要缴纳200日元的入场费 从这里的公园走到西谷沿岸继续向南走 便可以抵达一个搭载铁路的桥梁 这里会定时驶过电车 是个非常好看的场景 尤其是下午夕阳西下的期间 很容易出图 喜欢摄影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回程时 可以从附近的上长径站走 这是一个比较复古的车站 可以感受一下昭和风的车展风格